由富邦银行公益慈善基金会 结合普里渔人之友基金会 日前在普里镇办理书压课程 公益基金会总管事毛志宏表示 台湾的人口结构 正迈向高龄化社会 因此基金会在2008年开始 就一直关注家庭照顾者心理健康 并办理家庭照顾者喘息之旅活动 台湾的人口结构 其实一直以来 就是有点跟随着日本的脚步 在迈向一个高龄化的社会 那在这个方面呢 就会凸显家庭照顾者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从2008年开始 就开始了富邦的家庭照顾者 喘息之旅的活动 因为像我们在家庭照顾长辈 长辈不能走 然后我们要照顾他们 其实我们的压力也非常大 愚人之友基金会执行长李希昌说 不管是身心障碍者或者是长辈 在家中得到照顾是最有尊严的 但相对家庭照顾者 365天不间断的照顾 也更需要一个喘息的机会 无论是身心障碍者或是老年人 在家庭的生活 还是最有尊严最幸福的一个生活的空间 但是这样的一个照顾 就会需要家庭照顾者 无私的奉献投入 可能一年365天没有休息 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需要 社会的支持 看见跟给他们一个喘息放松的机会 能够有一个抒发的管道 然后也有机会跟更多类似相同照顾者 一起讨论 分享彼此的心得 那这样也束缓我们的压力 这次的课程安排讲师 利用客家美食制作 来帮助家庭照顾者得到放松 并且让这些家庭照顾者 能够故乡交流经验 也希望大家能够重视 家庭照顾者的心理健康 得到舒缓休息空间 记者参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